Hello 大家好 今天到朋友家里面来山上来吃饭 然后的话今天我正好有一个朋友 他有非常多的故事 小胖以后我专门会给他做一期 然后今天他想给我们分享一下 分享什么 因为在澳洲的话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越野车里面 它后面有个脱钩 这个脱钩的话有很多的用处 比如说澳洲的人工非常贵 你想去搬个家什么的 自己会租一个这样的trailer 或者是拖船拖房车你都会用到 但是有个问题 你在网上中文的 你很少有人会教你到trailer 它是有技巧的 它不是说像正常的车一样 因为有可能你到的时候 它的方向是反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位小胖同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到这个的技巧 一般来说如果你认真看这个视频的话 有可能10分钟看到他的视频 你就能学会到trailer的技巧 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吧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侯米参与了建哥 建哥曾经有好几次上了我视频的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建哥的视频 好 大家好 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迅速快速安装你的trailer 并且保证你在行车途中 你的trailer和汽车是在一个非常保险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来运行的 首先我们看到trailer的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你的一个trailer头与汽车相连 还有一个一个这个lift 因为它在你车和汽车分离的时候它起一个支撑的作用 好我们可以先看到 我们要把trailer头和汽车头相互衔接 开始把这个开关打开 把这个栓抽出来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高度是汽车略低于它 我可以转动它 让trailer不断的去降低 当降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开关打开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已经完全的锁死在里面 把这个销插进去 保持安全 并且它这有两个铁链 铁链前面有一个U型圈 我们可以套到这里 来确保你的拖头 在拖掉的时候 你的trailer和汽车还会相互连接在一起 这一点至关重要 千万不要省略这一点 一般是有两个铁链链与你的前车相连 非常简单 这个U型头呢 它是一端有螺纹 一端没有的 我们把它套到汽车的 每一个tobar都会有两个这个孔 专门是来固定这个链条的 还有一个就是汽车的一个转向灯的一个电源连接口 这时候呢我要把它连接在这里 有遇到这个车没有装那个一个转换头 因为我这个是18到12的一个插口的话 而这个是个圆形插口 所以说我需要一个转换头 但是今天可能这个trailer跟我的车不是一个很搭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忽略这一点 而且这个jockeywheel的时候呢 我们要伸到前面 它这样有一个机关 我轻轻地把它拉出来 这样呢保证在你不同路段的时候 它这个轮子不会一直摩擦在地面上 那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倒到这两个杆中间吧 OK 可以 看起来 东哥 好 现在我们想要把trailer停到我左侧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两个横端的中间的一个车库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现在呢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你现在想要trailer的方向往左或者往右 你只需要把手放在方向盘的最底端 这样子握住 如果你想让trailer往左去行驶的话 你就手是往左去运动 想要trailer往右去行驶的话 你的手就是往右去运动 现在我们想要去往左行驶 所以说我的手就是往左运动 好 现在开始 这个时候呢 大家打方向和倒的时候一定要慢 给自己留够一个充足的时间去思考 去观察 这时候呢 我们不停地要看两侧的镜子 确定我现在的trailer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进行 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关键点45度出现了 我从我的左后视镜可以看到我的trailer和我的汽车成一个45度角 这时候呢 我需要做的就是要把方向盘回正 就是说我的轮前轮是成一个90度垂直的一个状态 好 还记得刚才我是这样子去打方向 现在我要把它去回正 所以说我现在要慢慢的回直我的方向 以一个回直的方向继续进行倒车 这样时候我可以看到 我现在我的trailer和我的汽车成一个30度角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呢 我现在要做另外一个关键的步骤 以刚才你打轮方向为基础 一个向反方向去打 刚才我是往左去打 所以说现在反方向就是往右去打 好 我现在就往右去打我的方向 也是慢慢持续 给汽车和trailer一个足够的时间 这时候呢 我还是要不停的去观察我的左右后视镜 确保车和trailer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行驶 好 现在我可以看到我的trailer现在已经完全往左去偏 所以说我现在要往右去打我的 如果大家看到trailer和汽车成的角度太大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技巧给大家分享 就是继续往前开 让你的汽车和trailer成一个180度角的时候 再继续往后倒 这样的话给你一个调整的机会 这时候看我的trailer 离我的倒车目标是向左右偏了 我现在想让trailer往右走 所以说我现在又打方向 继续重复刚才第一步的工作 这时候呢 又到了一个45度角的状态 现在我回直轮继续续走 30度 相反 相反的状态 好 向右走 45度30度回直反方向去打 让汽车与trailer乘一个90度180度的状态 好 当trailer与汽车180度角度的时候 我可以完全回直我的方向 让trailer水平去倒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以我刚才这三个关键角度来操控汽车的话 我们可以很轻松顺利的让trailer停到我们既定的一个地点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进行的途中呢 大家不要去慌张 当trailer的角度和你预想的角度产生偏起的时候 比如说方向 你想让trailer往左走 你又要带着trailer往右走 这个时候呢 你不用慌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点就提到 咱们在打方向的时候要慢 到处的时候要慢 这时候呢 你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进行调整 按照我说的 想让trailer往左打 你的手往左移 往右打往右移 这时候呢 缓慢的调节你的trailer 并且给自己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trailer一定会像这样子 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 倒入到你的库中 好 非常感谢我们小胖今天分享的在澳大利亚 那个到trailer的一个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点个赞 分享和转发 还有就是 如果你生活在澳洲 想要分享你的故事 你可以联系我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